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看 今天會跟大家說少少與玄學有關的事 因為現在有個網上頁話說 原來佩洛西這次訪台 中國是知道的 不是說幾天前知道 半個月前知道 半年前知道那種 是說幾百年前就已經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推背圖第四十二象 同佩洛西這次訪台的所有細節和行動 都是不謀而合 而且每句都認得正一正 關於印度神童的一類 就擺明之前跟大家踢爆過 收錢去被人說話去吹捧自己 香港也有人收錢說印度神童 但是推背圖就有點不同 因為推背圖的設計者 一早就不在這個世界上 就算他準與不準之間 也不會有某某人特別得到一個利益 還有推背圖是中國人設計出來的 中國人一直都很擅長一些 玄學、術數 可以透過一些暫時科學還未解釋到的東西 可以預測到小部分的將來 所以這個由中國人所設計的推背圖 就特別有參考意義和價值 另外也藉著這個和第四十二象相似的新聞 稍後也會跟大家說多一點台海局勢的事情 另外今天第二件事就是講MIRROR MIRROR還有什麼好說呢 看起來好像淡了 有專家在報章上表示 初步推算 全香港有最少27萬人 是因為MIRROR這件事 就患上了創傷後壓力症 如果香港人夠齊心的話 那27萬人一起 隨時可以去問這件事的元兇 去拿回一些精神治療的費用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27萬人一人問他拿10元 或者一人拿一塊水的話 雖然一塊水感覺上對於精神賠償很小 但是27萬人一人一塊水的話 這就已經不知道多少錢了 稍後就和大家看看 究竟這些專家是如何推算27萬的這個數字 以及去做一些分析告訴大家 其實MIRROR很大機會會變成鏡碎 十居其九都一定是散火居多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最後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積極留言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直接和大家說 推背圖的第42象就說 美人自西來 潮中日漸安 長公在地 危而不危 另外有一個叫做縱約 西方女子琵琶先 孝孝依常適近先 此時運職匿潮市 鬧亂軍臣8萬般 有台灣的學者就表示 即是去解讀這個 美國人就從西部坐飛機過來 順利去拉倒美國的民主黨 其中選舉的氣勢 大家的武器都是拿來做樣子 只是拉下攻不射箭而已 美中台也需要一場可以控制危機的小衝突 危險只是外界覺得而已 看來很危險 但實際上並不危險 另外也有網民進行解讀 有一位從西方而來的女子 潮中表面安寧 但實際暗流湧現 時時刻刻都準備拉攻打仗 但實際上還未真正去到要打仗的危險地步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危機 另外有其他網友的解讀 美人自西內 美人原來未必是美麗的人 而是美國的人都不頂 長弓又代表了什麼呢 長弓一般代表了武器之外 原來長弓也是阿柏奇直升機的標配 待會再跟大家補充一點 另外也有其他人解釋這個推背圖的時候 一名女子身穿白色衣裳 想著自己等於一個國家打算獨攬大權危害舍跡 關於阿柏奇直升機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今天解放軍會包圍台海進行3天的軍燃 有台灣民眾直擊在恆春機場 有10架阿柏奇直升機降落進駐 阿柏奇直升機也是一些軍事的直升機 關於軍事的東西我沒那麼熟悉 報章就有寫 有一種叫長弓的武器 長駐在這架飛機是一個標配的武器 我相信這裏所說的長弓 當然不是你開直升機再射箭 應該是一些導彈 或者是槍械系統 這次看上去看見推背圖的第四十二象 好像有很多東西中了 一個西方的女人 從西方過來 美人不知道她是美國人 還是佩洛西在六十年前都可以稱為一個美女 但現在八十多歲都吵咪問 難聽點說她見到也叫做老乾婆 總之其實佩洛西去到哪裡 都會引發到那個地方變得比較混亂 例如以韓國為例 井仔都知道見到的 早上讀錯了別人的名字 有很多觀眾提醒我 早上的時候 那個韓國的總統就說不見人 但到今天下午的時候就轉了風向 因為說有很多韓國的小市民 對於她這個舉動 不去接佩洛西就感到相當不滿 隨時會影響他們之後的選情 所以最後在妥協的情況下 不見佩洛西 但都說會跟她談電話 如果我是青瓦台的高官 我真是想跟佩洛西說 我是真是多謝你不少佩洛西 佩洛西來到韓國這些地方 你又不能說不歡迎她 但是如果你一旦跟她談電話 例如認同她所說的話 或者在接佩洛西期間 她說的一些比較出位的說話 到時全中國的人都會討厭韓國 等於無論你做甚麼都好 你都會得罪中國的 不過仍然是得罪得細還是得罪得大 但是不跟她談電話 韓國的小市民 因為一直都是被美國洗腦 覺得美國一直是正義的化身 現在正義的化身派代表來自己國家 你居然不跟她說話 即是表示這個總統是邪惡的 又可以讓她的政治對手 所以無論佩洛西 只要她來到 你見不見她也好 自己都一定會遭殃 差在這一刻 你會想著是得罪中國 還是得罪自己韓國的選民 沒有兩全其美的方法 現在就叫做找一個折衷的方法 希望聊一下電話 當作做一下樣子就算了 佩洛西成為了世界的燙手珊瑚 沒有人願意去接待她 但她又不斷像牛皮膠紙似貼過來 雖然表面上 美國的附屬國不能拒絕 但相信暗地裡大家都在心想 千萬不要選中我 千萬不要過來 我不想招呼這個麻煩人 繼續說說推背圖 其實我自己對於這個推背圖 當然你說越言中了一些東西 當然威威和好 不過我最知道的是說中原之後後面的東西 特別是強調 原來沒有危險發生的 原來這個危險是在控制範圍之內的 這件事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 絕對是一件好事來的 因為始終我們現在中國不是一窮二白 我們是說我們的經濟體系 經過這一百年來 已經變成相當強盛 但相反美國英國他們的貧民 每個人都捱著通脹 捱著肚餓 每天就是等美國的救濟金去救濟他們 對於這一群對於生活看不到希望 沒有能力沒有辦法改善自己的生活數值的人來說 他們當然是希望打仗 因為打仗只要打得夠大 當然未射核彈的情況之下 窮人的確是可以在戰爭當中 透過灰色手段 是可以一躍而上 成為社會上流的 但是有這些機會 不過機會不多 往往當大家看到一個窮人能夠上位的時候 背後可能有幾千人 有幾百個人在戰私底 我自己有時候比較無聊 因為我有段時間比較有空的時候 很喜歡特地去查一些80歲、90歲或者已故人士的成功故事 發現很多人都是直接或者間接受益於 當時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環境 或者社會處於一個混亂的衝突當中 令到他們可以在各種的因緣機會情況之下 就可以一躍而上 另外有些人的所謂成功故事 原來就是靠八爺在以前戰爭當中 從事一些灰色地帶的行業 獲取到一些財富或者基礎之後 再食負幹 接著就一躍而上 成為了現在社會的名流 好了 不小心說遠了 繼續說回香港人和中國人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我們就不會說每個人都很富有 最起碼我不是 但是 香港就算你不工作也不會餓死人 但是美國那種流浪漢睡街 隨時都會有性命危險 現在美國就是那些爛瓷磚 我們就是名貴的瓦氣 如果大家對撼的話 其實我們就不著數的 別人就爛命一條 我們香港人個個身嬌肉貴 所以沒有事對我們來說都是一件好事 因為一旦動手上來 隨時令到很多香港人所擁有的資產 或者我們所擁有的港幣 突然之間就會被美國的一些金融動蕩 而令到我們的資產變得不值錢 甚至乎就是 可能部分不是從事 紀律部隊或者政府工的觀眾 會突然之間失業都不頂 所以將來最理想的做法 一定是兵不血刃可以拿回台灣 但是恐怕這幾天就不是一個時候 另外 在今年11月或者12月 英國夏議員的議員就說會去台灣 相信他們會去得成 到時黃人又會把我們當作小餅 但是經過這件事之後 相信各位都學會了忍讓和忍耐 因為小不忍則亂大謀 之後我估計都會有更多的國家 拿著美國的名義 或者作為美國的小弟 派他們的外交官員去訪問台灣 沒所謂的 那就讓他們威多幾個月 等他們所有人沉醉在他們以為勝利的喜悅當中 在這些時候 正正就是我們解放軍需要去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推背圖這件事 或者有沒有去做相關的研究 正正我自己就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但是我就不會去否定推背圖的 功效和真確性 因為中國人古代的文化 有時候是我們未能夠理解到 或者現有的西方科學 未能夠去告訴大家 為什麼會這樣 未能夠解釋到的 就不代表所有科學解釋不到的東西 就一定是假 或者一定是騙人的 都希望各位觀眾 就著今天分享推背圖的 這一類的話題 大家喜不喜歡聽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能之後我邀請 余道 或者其他朋友 直接和大家分享一下 都可能不錯的 看看各位觀眾喜不喜歡 好了 談談下一件事 關於MIRROR演唱會這件事 究竟怎樣令到 那麼多人患上創傷後遺症 災後心理輔導協會 在今天就指出 接觸近過8名 因為MIRROR件事產生負面情緒的人 當中有不少人 就已經出現了創傷後遺症 即是PTSD的象徵 病症才對 包括犯惡夢 失眠 沒有胃口 血壓升高 和心口痛等等的病症 更加有網民表示 在見到MIRROR的廣告 或者是成員照片的時候 就會突然之間出現負面情緒 就想起這件意外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患者如果超過30天的話 才能夠被判斷為患上創傷後為證 因為有時候突如其來的事情 每個人都會有創傷 但如果這個創傷的時間 是維持得長 例如30天、60天、半年 就可以被正式診斷為有病 災後心理輔導協會的總幹事 杜永正 根據亞洲地區大型意外後出現創傷後為證的比率 整體的33.5%推算 預計30天之後 將會有27萬人患上創傷後為證 出現創傷後為證的個案數字多寡 其實是與事態的發展有關 當中有幾個因素會直接影響人數的多與少 例如傷者Moe的健康狀況 還有MIRROR還有Color 他們會不會繼續如常演出呢 還有意外事件調查的結果等等 都會令到數字會有跳上或跳下的因素 有部份粉絲隱藏了自己的負面情緒 尋找壓力出口 去降低患上PTSD後遺症的機會 因為有些粉絲可能擔心把自己的感受分享出來 會影響到其他粉絲 間接影響到自己的偶像 但是 那個專家所說 可以留意自己的負面承擔心 反而是最有機會令自己的患上創傷後遺症 提外話和各位觀眾說一下 如果你人生遇到什麼問題的話 儘量找人商量 別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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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數懂得使用手機 有心找一條影片的話 是一定找得到的 我自己看完之後 我看過一次都不敢再看 因為我都覺得恐怖 然後我現在自己收到封 上網收到封 聽說廣告商是 完全不敢找他們 因為擔心 找了他們之後 令到自己所賣的服務 或者是產品 都會令到其他小市民患上PTSD 還有就是在這個時候 如果找他們賣廣告 是會被社會上 其他有心人士去大風向攻擊 做生意的事 沒理由是自己拿錢出來 拿苦離身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MIRROR 都是備之則吉 還有如果MIRROR在這段時間 真的再有一些新的廣告 拍攝和推出的話 大家就想想社會的氣氛 大家社會的嘴巴會怎麼說 第一時間一定會罵VTV 會罵花姐 會罵老庭輝 沒有人性 你開個演唱會為了賺錢 最後搞到人家MIRROR 但現在又不懂得反省 隔了一個星期都沒有 又繼續出來賺錢 這些明星沒有人性 沒有道義的 沒有道德的 預算一定會瘋狂被人罵 甚至乎如果預算三個月或者半年之後 過冷河才出來唱歌接廣告的話 同樣都會被其他人追著去問 你這個表演賺了多少錢 你賺回來的錢 有沒有給別人父母做賠償 你覺得你現在跳舞 對不對得住在醫院睡著的阿Mo 大家一提起MIRROR 就一定會想起這件意外的情況下 其實沒得想 是只有拆火他們各有各出來做 各有各再用一些新的名字去包裝自己 才有機會令他們可以走出香港人給他們的陰霾 事實上 其實今次MIRROR的公關 或者叫做 古天樂 是叫做拿塊石頭砍在MIRROR那裡 為什麼呢? 因為古天樂作為一個這麼有名氣的人 他就和大家說 不要分享這條片了 會令到人患有PTSD 結果現在就讓很多人用PTSD這個字 去打回MIRROR 那些公關就是想跟你說 你分享這條片給別人看 讓更多人知道就會令到別人有病 結果現在就跟你說 我現在看到MIRROR我就有病了 那你就出事了 原本就是想降低輿論 博少一些人知道 用病的名義 去叫大家不要再說 結果說說說說這件事 玩大了 別人一說起MIRROR 一說起ViuTV 就直接想起病 我和大家假設 我假設27萬這個數目是正確的情況之下 我會跟你說 27萬人一起去法院入品 去叫ViuTV 或者叫相關人士賠錢 這件事 聽上去是荒天夜談 但大家要留意 要知道在這件事上 其實背後有很多人 幸不得很多牛鬼蛇神 想將MIRROR的市場佔有率 吞下肚子 所以將來會不會有人有資本 給一些背後的白手套 叫他們出來 就是說 因應公義 因應正義的名義 再去跟大家說 我們就會去日品ViuTV 去日品MIRROR 叫他們賠償給香港人的精神損失 到時就跟大家說 各位香港市民 你們不需要付錢我 最重要是 你們提供自己身份證 過來簽名 以及提供一些 你真的患有PTSD的資訊 例如是醫生信那些 到時就會有人一次過 幫你拿去日品 叫人家賠一大塊錢出來 當然 對於會有心去搞這件事的人 他們就不在意 是否真的拿到很大塊賠償 因為法律這些是有錢人的玩意 如果你真的夠錢去日品的話 而你又真的拿到 哪怕是一元賠償 那你之後那些縱費 律師費 你都可以直接叫人家 幫你付都可以 最重要就是 打著PTSD這個旗號 令MIRROR所有成員 都變成過街老鼠 因為就算你是多出名 或者你是多有才華 真的很多人欣賞你都好 但是如果沒有廣告商 幫襯沒有人欣賞的話 都是一塊負資產 因為他們所有的資金來源 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廣告商 當然你可以說有粉絲去供養 但粉絲的供養 是遠遠不及廣告商來得厲害 特別是說 因為MIRROR 如果他們沒有這件事出現 他們是吃了最具消費力的廣告市場 即是年輕人的消費市場 現在出現了這麼大的意外 當然背後有很多牛鬼蛇神 想打落水狗 所以不要說被我批死 將來就算不是警方 或者不是政府的機構 都好 肯定都會有人衝出來 要求MIRROR精神賠償 告不告得入 一回事 最重要是罵了這宗新聞出來 最好在他們眼中 有其他人一起去告 日日都是一些新聞 如果真的有人獲取到 一個比較可觀的賠償金額 到時就會有更加多人 跟著一起去 然後又馬上去看精神醫生 就說 我這裏有精神紙 有醫生紙 好賠錢 在這個時候 如果稍為有些人 有些資本 有團隊的話 其實要在上面落井下石 不是一件這麼困難的事 因為連我也想到這些策略 更何況其他真的收錢做事的人 我沒有收錢的 我就這樣想兩想 我都想到這條策略 肯定後面 還會有更多人想到 一條更加毒的策略 說到最後 我今天就留意到新聞 就說老廷輝 和其他舞蹈人員 都陸陸續續被警方邀請 去接受調查 相信不久 MIRROR那12個人 都會陸陸續續被警方盤問 可能未來半年 都需要來來回回 在警署出入 因為他們這麼大的事 下口供就不會一次下 而且這麼多人 這麼多口 有時警方下口供就發現 為何姜濤的口供 和Anson Lo的口供 好像有些事實上的事 有出入 到時就會再找他們 回來說清楚 事情這麼大 這麼複雜 到時再加上人多 口供出現矛盾的狀況 也會越來越多 相信未來他們 就不會經常在廣告出現 應該在警署出現的機會 是比較多的 其實如果在這段時候 TVB是聰明的話 就算你不用害人的惡毒 其實在這時候 應該要將公司上 所有能夠動員的資金人力資源 立即捕一對新的男團出來 又或者再搞一些新的綜藝節目 趁這段時候 就去拿回市場佔優率 因為現在可以說是廣告市場的真空 即是一個機會 如果你這個時候 不努力不奮鬥的話 之後也不會再有更好的機會 雖然我這樣說 機會比較冷血 但這也是事實 如果TVB真的想翻身 真的想他們的股價 不要再像現在 距離最高峰 跌了九成的低位 這段時候 真的要努力去想想 怎樣去做 究竟懂不懂得珍惜這些機會 大家就拭目以待去看看 好了 今集節目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集再見 好 就這樣 拜拜